你们这也太没礼貌了 有事啊 三哥 他们好像不怕咱们呢 三哥 我看他们看着挺面善的 要不然上去打个商量 回头和大哥他们以后交代啊 你傻啊 商量完了吗 你们刚刚不是说了还有什么大哥 带我们过去 你休想懂我们大哥 等找到他的同伙 我就有一大笔怒气之入账了 得赶紧在见到恶灵之前多升级 这气息 七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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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那是 没错 是恶灵的手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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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恶灵看着这么凶恶 修为才是开气啊 啊 嗯 去看看 哎 哥 等等我 别留我一个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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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兰姑娘 江北 谢谢两位公子出手相助 猴姑娘怎么会在这里 我听杜老说江先生让你们来小巢历练 便从无极宗跑出来了 跑 虽然燕兰修为不高 但对于身形气息的隐蔽却是略有心得 难怪猴姑娘能走出五王府 不过 以猴姑娘的身份 怎么会对此事如此精通 江南公子这是什么意思 只是略感疑惑罢了 并无他意 姑娘 你还好吗 姑娘 没事了 这是我的两位朋友 正是他们姐的尾 不必惊慌 我们先出去吧 嗯 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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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就是他把我们从镇子上抓来的 他就是你们之前说的 专门去镇上联系御士君的家伙 哎 属下留人 嗯 这恶灵这么凶狠 我可得把这几个能让我刷怒气质的家伙给留下 燕兰姑娘 你看这地上血淋淋的也不好多呆 你身后的两位姑娘看着十分虚弱 不如我们换个地方再说吧 还是江北公子考虑周全 是我疏忽了 我弟弟不是才告诉你们换地方说嘛 你们想去哪儿 再见 谢谢姐姐 谢谢姑娘 再见 小的愿意戴罪立功 只要女侠想知道 小的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那你说 御氏军里 都有谁和山匪勾结 是 是驻守在幽云镇的御氏军部将 唐树森 你是说部将 是的 部将唐树森 女侠还有什么想问的 若是没有 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 等等 谁让你们走了 燕兰姑娘是问完了 但我还没问呢 你刚刚不是为我们求情吗 拜托大哥 之前在这条路上的时候 你们才说要打劫我们好吧 三哥 他说的对 居然还敢打劫 真是群败类 今日本姑娘就要为民除害 拿你们祭天 姑娘的容命啊 我们是山匪 打劫不是 燕兰姑娘 你看这路上的花花草草 多好看啊 这几个山匪要是躺在路中间 简直煞风景不是 这位公子说的对啊 我们几个大男人躺在路上 谁爱看 姑奶奶放心 我们绝对把自己妥善放置 不会压着花花草草 咱们后悔武器 等等 我的怒 三哥 可恶 我和你们拼了 弟弟 站到我身边 怎么会有这么多恶灵 糟了 刚刚那两位姑娘 恶灵小巢的封印 可能支撑不住了 这些地积恶灵 沉不了轻药 我们速速前往小巢 解决幽鬼 我们将一个小丫头都不怕 江兵你怕什么 走啊 等等我